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柔软的这个位置吗 我觉得要嗨 那就不提了 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很顺利了 不算是一个天生的歌者 但是我身上带着有天生的东西 就是我的父母和我的家乡给我的东西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恩赐 父母的恩赐 长生天的恩赐 对 我觉得自己不是天生的歌者 肯定不是 龚爽 你是一个天生的歌者 哎呀 因为蝶马给了你一副好赏了 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这拉断做的也是很棒的 希望你继续享有的 爸爸的好儿子 家族的荣耀 爸爸的荣耀 爸爸妈妈的 好 他从来没东西 我喜欢 真厉害 真厉害 嗯 哎呀 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给关注你了 我们喜欢 我们都喜欢 我会努力把大戏子的音乐文化唱给大家听 多多的带给全国的朋友们 嗯 我现在倒不能说自己是天生的歌者 但是我都用我的努力和勤奋 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一个绽放的功爽 海天黄豆酱 春天花卉开 夏节更精彩 海天黄豆酱 春天花卉开 现在继续 这里是海天黄豆酱冠名播出的春天花卉开 海天黄豆酱怎么吃都好吃 梦草 海天黄豆酱 欢迎大家来到 到游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怎么吃都好吃的 海天黄豆酱冠名播出的 湖南卫视大型名歌竞唱节目 《春天花会开》 在这里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三位伯乐 雷佳老师 华晨宇老师 和谭伟伟老师 本场赛制升级 《春天花会开》 首次开启了双赛道竞唱 而在每一条赛道 最终都将产生一位选手 留在危险席位 留在危险席位的选手 将最终面临着淘汰的风险 那么今晚的七强选手 在录制开始之前 已经从伯乐赛道 和知音赛道当中 做出了选择 这个玩的心跳呢 自己选 自己选 伯乐和知音 规则又变了 这两个不同的赛道 可能会决定 每个人的命运 所以 我投了 司机 春天嘛 啥事都可能发生 今日竞唱即将开始 马上进入 海天黄豆酱 竞唱时刻 我们有请三位伯乐 伯乐 之音 两个赛道 你先看伯乐赛道 先是伯乐赛道 所有选伯乐的先程 伯乐是谁呢 哦 三个 三个 张群恒 爽姐 歌曲 猜到了 他们三个 这个放在后面 行 他们两个谁先唱 强强 看谁比较紧张 反正 太紧张是我了 我怎么找我 我怎么找我的 嗨 来 当初 百分之一万 伯乐赛道 不用想 绝对有当初 百分之一万 他绝对有 我怎么可能 打脸很快的 打脸很快的 他应该是观众吗 他们俩谁开个场 然后中间插一个就行了 要不然他们俩都是雷虫 对 在一起 对 看一下他们的嘴型就知道 群恒 群恒不在这个赛道 那可说不好 单书吗 单书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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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 可以 我们三位伯乐 选择拉丹珠 第一位出场 选择拉丹珠 哎呦 好 拉丹珠 上 第一个就要下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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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挑战我胜算低一点的 因为伯乐老师们 这么多期一直在给我 许多宝贵的建议 我也希望把这次舞台 当做一个回报的成果吧 就是让他们来验收一下我 这么久以来的成长 而且我让你选择 用四个字来形容 他的嗓音的话 你会用哪四个字 天类之声 过而不忘 天生歌者 我觉得还有很多美好的词汇 来形容他 但是首先 我们先一起 来走进拉丹珠 这位天生歌者的世界 好神秘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天生的歌者 在去成都之前 我一直还觉得自己算是一个天生的歌者 因为身边人家人都会觉得 这孩子唱歌还唱得不错 来到了音乐学院 第一次看到这种专业学习声乐的 这种环境 还有这些学生 自己也经历这个课程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天生的歌者 就是自己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歌者 啊 我的老师 2014年的9月份报到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拉丹珠 那个时候他们从梁山州过来 这个皮肤黑黑的 但是呢 感觉这个姑娘很灵 很有灵气 她第一次来上课 她哭鼻子 这件事情 我真还不知道 所以从民族的这个发声 或者说歌唱的这么一个审美来说 我当时觉得很不满意 可能就对她比较严厉吧 所以可能说了她 第一次上课记忆犹新 一来就让我唱一首 我还记得是《余光曲》 唱了两句 老师就直接说 你声音怎么这样 你这样没办法 我可能教不了你 你现在去考虑一下换老师吧 当时很想哭 但是我 我是自尊心蛮强的一个人 就是我坚决不会在那个地方 让他们看到我在哭 所以我去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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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关上前方门 我就 嚎啕大哭 因此她会觉得 老师对她好像比较严厉 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讲 严实才会出高途 老丹珠 你好呀 是丹珠的大学室友 而兼好朋友 她总是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 在我们同情的这段时间 她只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多睡那么两个小时 就有一次牙疼 肿的就睡不着觉 就早上多睡了一会儿 其他基本上每天都是七点多起床 我们可能一天见她的时间没有那么多 好 因为她一天都泡在清房的 我不是一个爱表扬学生的老师 但是你在我的心里 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拉断住你是很棒的 希望你继续加油 特别感谢我的老师 他对我的眼里 还有刚刚老师就是有肯定我 然后就心里挺开心的 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天生的歌者 但是我想跳出自己的安全区 证明自己 你披着 时间的披血 走过 最安静的山谷 最安静的山谷 那些轻盈的雪 那些温柔的雪 在你肩上 沉默如鸣 山谷 山谷 沉默如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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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你在少年心上 凡山越岭 阿斯洛伊 爱之嘎里 故事不让何久 故日死久滴落 阿斯洛伊 不死了吐翠里 黑暮暮吐嘎鞭 不出几个结果 山谷舟 远处走来的你呀 不过 我披沾的褶褶 那些明亮的你 那些纯洁的你 在少年心上 翻山越岭 阿斯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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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 满脸幸福对吧 唱的 好吃 一直以来拉丹珠的人气都挺高的 知音们也是经常给予你最高分 谢谢知音们 但是拉丹珠非常的勇敢 今天并没有选择她的舒适曲 首先为你今天的勇敢点赞 谢谢 你今天带给我们是山雪中 而且是用遗语来演唱的 跟之前带给我们藏族的光啊 还有琥珀啊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同样都是非常圣洁和美好的 因为之前带过大家去过很多地方 这次呢就带大家回到我的家乡梁山 那这首歌呢是我们梁山本土的 一位女歌手他原唱的一首遗族风情的歌曲 这个歌他其实想表达的就是 你第一次心动的时候的那个人 其实在每个人心里就是最纯洁的 然后我自己加入了一点理解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的那个本真吧 就是每个人最简单的那个自己保存在心里面 所以选了这首歌 终于用歌声描述了你去过的地方 不是你神往的地方 带我们出去转了一圈 这次是回他家看一看 今天这首歌又让我看到了 像是一个电脑装了一个双系统的感觉 我们从这个藏族模式带到了遗族模式 所以我非常喜欢你今天选的这首歌 叫《山雪中》 你就很像这个歌词里一样 明亮的你 纯洁的你 就是像雪花一样 谢谢黄老师 刚刚音乐一开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了第一次 他登上这个舞台唱光的那个感觉 好像是一种新的绽放 而且今天单珠笑得非常多 我想告诉你 你笑起来很美 谢谢黄老师 这过度的那个音准 稍微注意一下 就会非常非常完美 谢谢黄老师 所以我想说 拉丹珠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看到了你一次次的蜕变 我相信你也通过这个舞台 渐渐地找到了自己 祝贺你 谢谢 谢谢黄老师 今天第一个出场 我们也看到拉丹珠 用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演绎了你选择的这首歌曲 要有请你在我们舞台这一侧的作息上稍作等待 等下一位选手演唱过后 我们再来揭晓你们二位的成绩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拉丹珠精彩的演唱 接下来又会是哪组选择了伯乐赛道的选手出战呢 我们请各位伯乐继续点将 群好 哎呀 起来准备准备吧 是吧 哎呀 好 选择第二位出场的选择伯乐赛道的是 尔尔古纳乐队 我的天啊 是我们啊 哇哦 哇哦 这个没想到啊 尹康提森呢 加油 加油 跳出去了第二只狼 我也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 好 我觉得 反正做音乐是做给观众嘛 所以就我我我是这个意思 行行行行行行吧 行行行吧 好 就这样吧 瓜哥啊 行吗 你怎么有点 我的我的想着呢 这个 这确实是个大事 我玩会儿 后来被他们换掉了 一然后他们还特别正经 一直到上台都没告诉我 他自己玩去了以后呢 那就我们别让他知道了 给我个惊吓 对 给他一个一个惊喜 今年是尔古纳乐队成立的 第二十一个年头 其实也是他们的主唱呼和 加入到乐队的第二年 这个新老搭配的乐队组合 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吃饭好了吗 嗯 好 吃饭 最近乐队的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演出 什么啊 包括比赛 纳尔苏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关注 很多很多方面 都是达到了一个乐队 从没有有过的一个新的高度 呼和着这一次的表现方面 我真的想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 一个大大的拇指给他送过去 一个大大的拇指给他送过去 我老想起来我招他的时候 我到他们的学校 看了好多孩子都不是太满意 后来一位老师说 有一个小孩个子特别小 你要不要看一看 我说我不怕个儿小 只要有才华就好 看着个儿像六岁 他的自信 他的从容 不确场 看上像个小大人一样 印象非常深刻 我觉得我到现在的一切都是在 这个合唱团里面 垫下的基础 嗯 这是二十多年 我做了 我的家里 我做了 看起来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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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我看了 heeft 他 他 是 他 我 知道 他 每当我妈讲起这个 我留学的事情她都会哭 我真的是匆匆离开的 因为我怕离别 我也没让他俩送我 我说行了 我走了 我直接就跟我叔叔 就直接走了 我说就是不要有什么送别 因为我怕我受不了 我说不要有什么送别 这次这首歌《半圆月》是一首电影的歌曲 想表达酷炫的一个人海 我们能够因为什么样的歌曲制定什么样的曲风 这首歌《半圆月》是一首歌《半圆月》 绝对没有 这这歌《半圆月》是一首歌备当中的歌 这看它是什么呢 好爽意思 双鸦 Lanccket 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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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刺激了 你们选谁 把这个问题抛给伯乐 交给伯乐吧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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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从维维老师您那开始揭晓 那首先我要说的是 他们两组的表演我都非常喜欢 两组都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样子 那我这一票呢是投给了 我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了一种很深刻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 所以你选择的是 厄尔古纳乐队 厄尔古纳乐队率先获得伯乐的第一票 那接下来我们的哪位伯乐为大家来公布 我吧 毕竟他还没画完 厄尔古纳不用说了 他们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 在输出自己的这种音乐观点 丹珠特别值得赞颂的是 今天非常勇敢地选择了伯乐 而且一次次地在舞台上 蜕变 这个不是最后的决定 但是只是暂时的一个 我选择的也是 厄尔古纳 谢谢雷珈老师 谢谢 谢谢 来 放花 你帮我收吧 你选择的是厄尔古纳乐队 冰狗 好有才 好可爱 我以为上面是个哭脸 结果是打鼓 在伯乐赛道 第一组成功晋级的选手就是 厄尔古纳乐队 恭喜各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同时呢 也在这里遗憾地告诉拉丹珠 此刻可能还是要再回到危险席位上 等待下一位选手的出场 还是有机会逃离危险席 来 加油 本场第一组成功晋级的选手已经产生 第三组是拉丹珠 最后一次逃离危险席位了机会 而第三组究竟是谁呢 请三位伯乐为我们揭晓 第三位选择伯乐赛道的是 吉萨沙马 我来了 拜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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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取伯乐专业的建议 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又是一位实力的民族唱将 是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 他又会带来怎样的改编 但是据我所知 这么厉害的他 他都曾经有过一段 无法开口唱歌的日子 这是一个什么环节 我是 杰沙马的妈妈 小的时候吧 就是身体有些弱 然后我们也是在纠结说 让不让他学艺术 让不让他学唱歌嘛 最后我们还是发现 他非常的喜欢唱歌 好像他就是为唱歌而生的 他在那个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嘛 刚刚入研究生半年 好好的然后就失声了突然 医生都说不能讲话 那对于一个学唱歌的学生来讲 不能唱不能讲话多大的打击 我们很操心 他自己也是非常的艰难 很压抑很难过的 你离家已经好几个月了 我们都很想念你的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关注你 我们下 我说不下去 我说不下去 干嘛呀 我就不能不能看他哭啊 我超慌了 我想跟吉沙说 你是最棒的 希望你在下一部的演出当中呢 更多的弘扬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 把我们那西族的歌唱给全国的观众 我也相信你 努力哦 加油哦 好的 我会的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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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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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得哭去死 谢谢 谢谢吉萨山马 挺好的 今天的表演 我心动了 今天的吉萨 让我感觉非常不一样 一走上来的那个气势 就觉得我是女王 刚刚我非常喜欢 前面部分 寒而不放的感觉 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 然后对当下美好的一种憧憬 因为确实我也有幸翻唱过这首歌 但是其实相反 我很喜欢她刚刚的这样的表达 可能您翻唱的那个版本 其实都是以更大的一种轮回 我自己对轮回的想法 可能就是在生业的学习道路上 其实是一直磕磕碰碰的 然后在这种高压的琴极下 我就越心急我想唱好 就起了相反的作用 我的声音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时是直接说不出话了 后面是我爸爸妈妈 一直陪在我身边 然后也遇到一位非常好的 声乐指导教师 他帮助我 来调整了自己的这个状态 对对对 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轮回 而且我觉得吉萨 特别像是我们舞台上的一个凤凰 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 经历了磕磕绊绊之后 今天又涅槃了一次的吉萨 谢谢 每一次都不一样 谢谢 谢谢 你前面走出来整个感觉的很好 进唱的地方是不是 就是我感觉到了 如果说还可以再提高的呢 就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刺激轮回 这种生命更替的作品的话 你的音准和你的这个歌唱的意识 要走在音乐的前面 嗯 一整件事 的 柏勒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 进唱已经结束了 这也就意味着 柏勒赛道 那位最终留在危险席位的选手 即将产生 这个挺难的呀 就有点难 其实他们两个都有失误 但是在面对失误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这一票呢 我投给的是 拉丹珠 恭喜拉丹珠率先获得一票 我想说我今天选择的是 我觉得相对表现的比较完整的 拉丹珠 那此刻拉丹珠已经获得了 两位柏勒的选择支持 其实也意味着他已经成功晋级 但现在我们也看看 花花给出你的结果 画得不太好 这个画 又画了 你要再给点时间 个舞台都画出来 小琪 你猜吧 猜不出来 感觉 猪 珍珠 贝壳里的珍珠 这就意味着 拉丹珠成功晋级 恭喜 在这里也要遗憾地宣布 吉萨沙马 在伯乐赛道最终落座危险席位 其实我是有心底预测的 确实是发生了一个 歌手万不应该发生的失误 特别自责 我觉得我做去危险席是应该的 拉丹珠 一切 刘雨昕 有点厚 然后在这些 凯鲁 新赛道的诸位选手 即将登上这个舞台了 我们来请伯乐为我们点出 这一赛道第一组出场的选手 这种预感是我自己的 这种预感 是吗 我感觉是我 十英赛道 第一位选择出场的是 郭曲 加油 郭老拳 加油 加油 兄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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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轮 知音团给了我一个 这个全场最低的票数 那我也想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爬起来吧 今天有个特别的环节 好的 我不是天生的歌者 你觉得这个主题适合你吗 当然适合我 当然适合我 我觉得天生的歌者 我当然不是天生的歌者 郭曲 我妈 童年跟音乐好像关系不是很大 但她也没有表现去特别的跟其他小孩不一样 也是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天天在那 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在老家那个镇上 没有那个培训班 我们也没有想 让她刻意地去学个这个音乐方面的 或者是让她特意去学习 在高中的时候 她的成绩的时候非常优秀 按现在的说法 有超级学霸 当年她的目标是 清华北大 同学的关系也非常好 特别多 尤其是女同学的喜欢 在老师心目当中 是一个非常会学习 也是非常能学习的孩子 不过去了武汉大学 可能到了大山的时候 就妈妈 我跟你讲个事情 我说什么事 我想从来 我想上自己想上的大学 12年左右 听他们同学告诉我 过去同学去了伯克利 我以为学什么他本专业 他说学音乐 我听到非常惊讶 当时我自己在一瞩目 从小就喜欢弹个木吉他 像一个文艺小青年 我想 这可能是个迟到的选择 或者是正确的选择 我跟曲哥已经认识 将近快十年了 我们是大学同学 然后他又是我的学长 所以在入学之前 我已经听过很多 关于他的故事 他在音乐上 就是一个很偏执的人 因为不管从编曲 混音还是制作 词曲 每个细节他都要亲力亲为 因为这个春天花会开的 那个主要还是 新鸣歌的一些节目的主题 就觉得我儿子 好像跟我们是一个 时代的那种感觉 希望他可以在这个节目 越走越远 把更多的音乐作品 呈现给大家 附中和老师 全程关注你 为你加油 祝福你 我想对你说 我当初跟你留那么多女婴 让你来到这个节目 我现在有一点点后悔 因为你在这个节目的过程中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然后也很辛苦 我和爸爸也希望你把接下来的音乐 尽你的力做得更好 加油 我们一定会感到骄傲 不管淘汰还是晋级 都没关系 淘汰了 马上回家 辣椒炒肉等着你 世间本身就少有天生的各种 我当然不是那个 但我觉得我是一个 天生的表达者吧 对 夏对春 秋对冬 木枯对珍重 胆对冥 暗对弄 生知对中庸 夜渡艳阳流于风 止雨 稀和风 云对雨 雪对风 万照对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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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听啊这个歌啊 万照对晴空 万对心 暖对我 平静对晴空 是对热 分对河 山传对时空 远望惊慌 再次唱起遗忘的歌 云对雨 稀和风 万照对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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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照片显 万照顺对晴空 万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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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照张 万照顺 万照顺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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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钢琴杜茲老师 谢谢 谢谢郭曲 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乐队总监杜茲老师 谢谢您 不得不说这一次 因为是知音赛道第一位出场的 我一开始还是很替他紧张的 现在心情怎么样 杜老师让我放松了很多 能够坐在一起 哪怕只是留下一张照片 我也觉得很开心 所以在上台的那一刻 已经很快乐了 这次国曲好像唱歌的部分 占比好像比以前要多了很多 其实一直以来 歌曲在这方面 都是比较偏 薄弱的一面 在这里垫底 但是今天 今天感觉好像就是唱的好像比以前要 有进步了很多 谢谢 私下有做什么努力吗 可能我自己熟悉这个歌曲已经好几年了 对 所以唱自己的歌就总归会稍微要自信一点 因为会觉得就算没唱好 有失误 那也是自己设计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 确实我在这个唱歌的集体里面 我是属于插声 但是我觉得插声偶尔 他可能也有运气好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你今天能够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改变和创作 声律启蒙大家 尤其是现在大家对传统文化特别的重视 对孩子们的教育当中 我们又再一次的重温了这个 声律启蒙啊 力翁对运啊 这里面带给我们的这种 汉语的诗词美和音韵美 在你的歌当中又得到了一次体现 特别是刚才我看两段词 有当下的冷对醒 暖对梦 平静对惶恐 把我们现在好多的这种心境跟古今 都有一个对话和观照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熟悉我的朋友会听得出来 这个是我常用的一些语言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把现在的语言习惯 大家的想法和这个时代的 比如说我们的年轻人焦虑的这种脉搏 和以前的非常工整的文学作品 能够呼应起来 这是我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郭老师棒棒的 郭老师 我自己也是有一些情怀 尤其上一次和佳姐探讨过之后 我觉得我们在做春天花开这个民歌节目 一方面我们在敬畏和保护我们前辈所积累下来的传统 同时也应该勇敢地去探索明月在不同人群和不同文化中的横向的这种延展 以及跨越年龄的纵向的传承 不管我们结果如何 但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这一批勇敢者的 所以我特别感谢佳姐 我知道您也保护了我们很多 保护了我们这个舞台 保护了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创作者很多 谢谢您 好感动啊 说的 郭曲每一次带着这样的思考来进行创作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因为当下也需要你这样的 非常有才思的年轻人 音乐人 来进行对传统文化 传统艺术的一个再一次的这种幻星 所以今天依然是为你的这个想法和舞台上的表现点赞 谢谢 谢谢佳姐 谢谢 谢谢三位伯乐 那现在呢 就要请你暂时的在危险席位等待一下下一位竞唱选手的登台 而后我们才能够揭晓谁能够成功晋级 好不好 谢谢 谢谢郭曲带来的这首秦空谣 谢谢大家 谢谢 那在知音赛道的第一位选手郭曲演唱结束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组上场的会是谁 好 我们选择第二位知音赛道出场的是张群航 太辛苦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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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加油 怎么不算呢 我这一路挺顺的 我觉得 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考高中的时候 当时也没有学过民族唱法 去模仿嘛 一唱就是那个民歌的那个音色 那个老师唱完以后说 你一定要来我们学校啊 他说你 啊你条件太好了 你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然后最后反正就是 从那开始就开始学习民族唱法了 刚开始见到张群航的时候 就是傻乎乎的 很开朗 特别爱笑 也没有什么心眼 天天就是傻呵呵的就乐 学习 他确实是一个天生的歌者 他的音色很纯 他的音质很亮 我是觉得吧 群航确实是个天生歌者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就觉得 首先是他从小就是对这个音乐 他很着迷 很热爱 不管干啥他就是喜欢唱 写作业也唱 走到哪儿就老是愿意去琢磨这个事情 有一次是我参加他的家长会 这奖状摆得也太好 他写着中国音乐学院这几个字 后来也是经过孩子的 自己的钻研啊 努力啊 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 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 希望大家能多关注群航 我们支持 张克航 永远绽放在舞台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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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群航 勇攀高峰 越战越勇 你往无前 光芒璀璨 永夺第一 扎心的泪 皇城万里 老师爱你 摸摸搭 老师爱你哦 好感动啊 我会带着大家的鼓励 和妈妈对我的爱 我将全力以赴这次的舞台 好感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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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带着你 thom big progressive 怎么还要得到她 ogrom 往生以下 我能干什么样的 还有什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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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来个红旋摇 一杆三桥 咱们的队伍 十里装 十佳欢呼 爱来爱有 快把咱七人迎进来 爱来爱有 卫典七人 爱来爱有 任何首作 爱来爱有 只想你花费出心窝窝窝 爱爱爱爱有 爱爱爱爱爱爱 万天的乌云 爱来爱爱有 风吹散 爱来爱爱有 毛主席来了 请聊天 请呀 请聊天 毛主席来了 请聊天 毛主席来了 请聊天 请呀 请聊天 把峙王好き 文字幕製 张除 Spa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红军到陕北 这是不是大事 这首歌记录的 就是这个历史事件 其实也表达了 陕北的劳苦大众 对红军 对人民领袖的 这种炽热的情感 因为我们的陕北民歌 我上一期说过 对我们中国革命的成功 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有多一些的展现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 特别完整的一个体现 谢谢 谢谢雷佳老师 我刚刚在听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陕北民歌 其实我不知道 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 就是佳姐 好像我感觉里面 听到好多那种谍词 就是有点什么山丹丹 红艳艳 一道道 对 这是陕北民歌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谍词的运用 其实也是山陕民歌的 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在黄河拐了 这道弯的这个地方 一般是会用这样的来形容 你看像赶生林里面的那个 走偷偷的那个裸子 它特别的形象生动 对 所以也是山陕民歌能够 那么的能够走进我们心里 你看一开场就能够炸 谢谢伯乐的点评 更要谢谢群航今天带来他 这么认真投入的一场表演 但是接下来因为是知音赛道的第二位出场的选手 所以我们要进行知音赛道第一次的对比 如果群航获得的票数高于郭曲的票数 他将不用坐上那个位置 直接走向春天花房晋级下一赛段 那如果郭曲获得的票数高于群航 那么他将逃离危险席 而群航将暂时入座危险席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揭晓 张巡航的敬唱结果 海天黄豆酱春天花会开 夏节更精彩 海天黄豆酱春天花会开 现在继续 这里是海天黄豆酱冠名播出的春天花会开 海天黄豆酱怎么吃都好吃 哎呀比赛这么晚 真的是有点饿了呢 今天准备的这个火锅太让人满足了 而且用的还是海天的火锅底料 这看着又像又入味啊 来来来来来 嗯味道不错 但总感觉缺点啥 哎在这呢把老朋友给忘了 海天黄豆酱 海天黄豆酱 简像这么吃就这么吃 怎么吃都好吃 不愧是你呀 接下来 我们要来揭晓张巡航的敬唱结果 恭喜张群航成功晋级 恭喜山珍珍 山珍珍开花 恭喜群航成为 知音赛道第一个晋级下一赛段的选手 我觉得是因为我这个歌选得好 最起来我觉得就能做到第一时间能够让大家产生一些共鸣 那与此同时 在郭许的面前还有两次逃离危险席位的机会 一个是他们 一个是爽简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知音赛道的第三位出场选手的点将 好 知音赛道第三位出场的是 肯定是你们 儿日 小麦 好 行 去吧 熊英们 好好的那个场 拜拜的 感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 不知道 真搞不懂 真的不知道 等会我给你们看一个短片 我跟小麦认识是 老胡 当时是我们的一个朋友 领他过来说这个新疆小伙子唱得特别好 我让他唱了一首歌 他当时 哥哥 我有点 害怕 越来越秀 不是 你就唱 你一场醉把我惊了 我确实是什么叫天灾之音 大家好 我是韩盖鲍鲁德 哎呀 小麦兄弟 我们支持你 小麦 加油 你是最棒的 加油 加油 小麦 哥哥一直在支持你 加油 加油 我在看到 韩盖他们唱那首歌的一个视频以后 我才知道 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也可以那么玩 他们真的 就是做到了 西方的音乐和我们 国内少数民族音乐 如何最恰当的那种一个 道路 大家好 我是二七零的爸爸 完之后我再 哎呀呀 不会说了 我们唱这个腾尔老师的蒙古人的时候 他非常激动的就上来了 阿外比我说呢 就是 就是说我也唱 我们唱着他就跟着就 大体都唱起来了 哎呀 我那只 特别激动 哎呀 我儿子将来就是一定成为一个 歌者 十五六岁了 跟我来了一次电话 他说我要走这个音乐道路 我儿子从大那以后 就是边打工 边学习 抱喜不抱油 外边吃多大苦 他也不说 嗯 他的朋友跟我说过 他说 我们哥俩呀 找不着工作的时候 哥俩 七个馒头 度过一个礼拜 吃了七个馒头 说是 哎呀我听了以后 我是偷偷地哭了 这个没告诉我 我儿子 嗯 但是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不能在他面前掉眼泪 嗯 我还是鼓励他 那只 我说 做人 就得 吃苦 不吃苦的话 没有钱哪 我这么说 我经常说这个 哎呀 哎呀 有点不会讲了 我儿子 已经是 成了 无吃无的大小伙子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像家乡的营一样 整翅飞翔 爸爸的好儿子 家族的荣耀 爸爸的荣耀 爸爸妈妈的荣耀啊 这个 他从来没跟我说这句话 哎呀 太厉害了 真的是 嗯 男人之间的长男 他会更含蓄一些 不会把这些 不表达 我们俩几乎就不表达 就更多的是聊聊牛羊啊啥的 就这种的 其实 我很少跟家里说 我在外边几乎不说 对 就说你多难 我不说都挺好 都挺好 反正是一样 但是 父亲嘛 能感应得到 就是你困难的时候 他能感应得到 对 他有时候 他就 跟我说的 他说 像个男人一样挺住 我老爹教育的 我就是天人 就反正不屈 我是一般困难达不到的 对 因为唱歌改变了我太多的事 对 所以我觉得更多是一个恩赐 天生的歌者 加油 加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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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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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